刚才给大家演示了一下咱们怎么样去生成这个验证码数据 那么下面咱们就要借助TensorFlow这个库 帮咱们去训练好一个可以识别验证码的模型 大家看这里就是说咱们一会儿先从这个命函数开始入手 首先我定义这样一个变量让这个train等于0 train等于0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一会儿要拿这样一个train的变量去控制咱们网络到底是训练还是进行一个测试 之前也是给大家说过了为什么咱们要定义一个变量去控制咱们的训练或者测试呢 你写在两个pathon文件里可不可以啊也可以 但是说咱们训练和测试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重复的代码 很多地方都是重复的 那么也就是推荐大家咱们可以通过这样一个变量去控制咱们当前的这个命函数 到底是执行一个训练还是执行一个测试 这样咱们可以省下很多写代码的力气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来实际的debug一遍 咱们就从这个train开始入手 咱们看先让这个train等于0 咱们从这个测试函数的第一行开始入手来看一下 咱们该怎么样去把咱们的这个验证码识别的模型给它训练出来 一会儿呢我会给大家一行代码非常详细的给大家讲解 每一个步骤究竟干了一件什么事 咱们给看就是说首先呢我定义了这样一个number 这个number就等于0123456789 然后呢我把之前啊咱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小写字母以及大写字母啊 我把这两行给它注释掉了 也就是说呢咱们一会儿啊要进行的验证码识别是只包含数字的 咱们就不去做那些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了 因为呢就是说如果说啊你又加上小写字母又加上大写字母再加上这个数字啊 咱们的一个label的种类有点太多了 咱们训练起来啊速度会比较慢 就是说如果说啊大家拿一个CPU版本的tensorflow啊 去训练这个光是数字模式的一个验证码识别 咱们大概半个小时差不多就能完成 如果说呢你要再加上这个小写字母和大写字母的再加上这个数字啊 咱们用一个CPU模式再去玩啊 不见得你一天之内能训练完 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 咱们可以选择到底是训练一个数字呢 还是训练这个小写的以及大写的 这个大家都可以选 如果说呢大家想训练这个综合的啊 也可以把我这个代码给它注释打开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训练一个综合的识别了 但是呢咱们现在讲解的 就是说咱们只去训练一个0到9数字的识别 然后呢咱们定义好了这样一个number之后啊 下一步啊咱们的第一步要做一件什么事啊 咱们是不是说要先把这个数据给它拿到手啊 我们看这有一个test还有一个imagine 也就是说咱们首先啊要进行这样一个数据 和咱们一个数据是什么的一个生成 那么首先呢咱们看是通过这个capture这个库啊 咱们导进了一个imaginecapture 然后呢咱们用这个imaginecapture这个类啊 实力化了一个imagine对象 一会儿呢咱们就要用这个imagine对象 帮咱们去生成一个验证码的图像 那么这里呢咱们还是先随机的进行一个选择 咱们可以看啊就是说这行代码意思啊 咱们进去看一下吧 这行代码意思啊就是说 首先呢你需要指定一个啊 你这个验证码的一个大小 比如说你想识别四维数字的还是六维数字的 这里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说 咱们最好识别这个长度啊别太长 如果说你识别这个长度太长啊 咱们label种类会太多了 这样就会导致你训练起来会非常慢啊 大家拿这个capture size啊 等于四是一个比较权衡的选择 然后呢其实啊这个代码就是说 帮咱们进行了四次的随机选择 每一次呢咱们会随机的选一个数字出来 然后呢把这个数字啊 装到咱们这样一个list里边 最后呢把这个list再返回回去啊 就完成了咱们这行代码要做一事 咱们来看 现在随机选择的四个数字啊 它是5887 但是啊大家注意点就是说 它是一个list的格式吧 然后呢刚才给大家说了 就是说咱们要用这个imagine这个generate 就是说生成图像的一个函数啊 它里边需要传的是一个string类型的值 所以说呢咱们下一步啊 需要把这个list的形容的 这个5887啊 转换成一个string类型的格 转换成啊一个string类型的值 咱们来看啊就是说这行代码 咱们可以用一个这样一个转函数啊 就是说把咱们一个list的 list里边四个数字啊 给它拼接在一起 那么拼接在一起呢 它就变成一个string的值吧 它现在是5000 现在是5887 然后呢咱们把这个5887啊 传到咱们这个函数里啊 它就会帮咱们生成一个图像 生成完这个图像还没完 咱们是不是说要把这个生成图像 转换成咱们一块 tensorflow啊可以读取的一种格式啊 或者说网络可以接受的一种数据格式啊 一般情况下来说啊 咱们什么样的格式是说 一个网络可接受的 咱们通常会把它转换成一个 numpy array的格式 也就是说呢 咱们把现在生成这个图像 转换成一个numpy array的格式 咱们来看 对于一个numpy array的格式来说啊 它就是一些像素点组成的啊 它在里边每一个值啊 都是这样一个像素点 然后呢咱们看 它最外层有三个这样的框 三个框说明什么 说明它是一个 nh再乘上w再乘上一个channel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现在的一个图 是一个彩色的图啊 咱们就把咱们现在啊 生成这样一个 strand的一个tensor值 以及呢 咱们实际图像的一个numpy array的值啊 给它返回回去 那么下面啊 咱们就可以现在是不是有图像了 有图像之后啊 咱们就可以来 就可以来去定义啊 就可以去初始化网络的一些模型参数了 在这里啊 咱们先写一些值啊 这些值就是说 咱们的一个图像的大小 就是说咱们刚才啊 生成的图像大小 它的一个长度啊 是等于60的 它的一个宽度呢 是等于160的 然后呢 咱们要识别的一个长度啊 它是等于4的 那么这里啊 咱们让这个channel set 它是等于这个 就是说 咱们现在选的是这个number 我们看 之前咱们可以选number 加上小写 再加上大写吧 这里呢 咱们就只让它来做 这样一个数字识别了 然后啊 咱们这样有一个channel set 这个channel set的意思啊 就是说 一会儿咱们在做label的时候 需要用到这个东西啊 大家只需要记住 咱们现在是要做 10个数字识别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呢 咱们还是啊 就是说要初始化 这个x和y吧 这个x和y啊 就是说 咱们一会儿训练网络的时候啊 咱们的一个输入 以及呢 咱们的一个label 对于这个x来说啊 咱们来看 然后这个x啊 等于tensorflow.placeholder的格式啊 就是说 咱们实际上啊 是在咱们训练网络的时候 咱们在一个byte 一个byte往里传 咱们现在呢 只是先把这个x和y啊 它的一个结构 现在定义出来 定义结构啊 咱们第一个参数 传的是tensorflow.flow的32吧 也就是说 通常情况下 咱们都是用flow的32 这个格式 来去做一些网络的训练的 然后呢 第二个参数啊 就是咱们一会儿 要传进来的一个数据的规模 咱们看啊 数据的规模啊 首先啊 它的行有多少个行啊 有乱个行 也就是说 咱们行现在是不确定的 咱们先用这个乱 来帮咱们站位 然后呢 它有多少 一个行啊 是什么 一个行代表一个数据吧 那对于一会儿啊 咱们要训练的数据来说 咱们会先把这个彩色图啊 给它转换成灰度图 因为呢 这个彩色图啊 对于咱们验证码识别啊 没有多大的作用 咱们最终是识别出来 它是什么数字吧 所以说呢 咱们在这里啊 一个是为了咱们网络啊 训练的快一些 有多大的用 首先呢 咱们啊 一会儿要先把这个彩色图啊 转换成灰度图 彩色图转换成灰度图之后啊 咱们有多少个像素点啊 有多少个像素点啊 有多少个像素点 就是咱们图像的一个 这样一个长度 再乘上一个图像的宽度吧 也就是说啊 咱们先要把咱们有多少个像素点 定义到咱们这个位置 然后呢 这行代码意思啊 就是说 咱们需要先把咱们的输入数据啊 这个规模给它固定下来 之后呢 咱们所有的输入啊 都是这样一个大小的 它的长度啊 都是等于60的 它的宽度呢 都是等于160的 这是对于咱们一个x来说 然后呢 对于这个y来说啊 咱们来说一下 咱们拿画图来画一下吧 对于这个y来说啊 我给大家先画一下 咱们是不是说 要识别这样0到90个数字啊 有0到90个数字 咱们这个label该怎么做啊 这里啊 咱们选择一种非常简单的方式 也就是说 咱们是不是要识别四倍数啊 每一个数是不是 它都是一个0到9的数字啊 第一位是一个0到9的 然后呢 第二位也是一个0到9的吧 第三位也是一样的 那么第四位也是一样的 咱们来看 咱们是不是说 要对第一位先找出来 它是什么数字 第二位也是什么数字 第三位是什么数字 第四位是什么数字吧 这里呢 咱们就按这样一种编码方式来 比如说啊 对于第一个数字来说 它是2 那么该怎么表示呢 第一个代表0 就是说 它是不是0 不是的话 用0来表示 在上面写一个吧 0123456789 如果说啊 它不是 它不是0吧 用0来表示 也不是1 是2 2就是1 然后呢 不是3吧 是3是0 不是4 不是5 不是6 不是7 不是8 不是9啊 这是对于咱们第一位 咱们这样表示出来 那么对于第二位呢 比如说第二位设4 咱们该怎么表示啊 就是等于4那位是1 其他那位都是0吧 咱们就不写了 然后呢 第三位啊 不管它是什么 第四位也不管它是什么 就是在它4的那位写上一个1 它不是那位就写上一个0吧 那么咱们来看 咱们现在的一个label的有多长啊 这是一个有十位数吧 这也是一个十位数 这也是个十位数啊 就是说 咱们一共有4乘上10 也就是说 咱们的label长度啊 是一个40的啊 它是一个40的 咱们可以给它拼接在一起 它就像是这样一个 航向量的形式 一共呢 有这样40位 在这40位当中啊 咱们一共会有4个1产生出来 一会儿呢 咱们就要让咱们的网络啊 去预测一下 哪些位是1 哪些位是0啊 这就是咱们一会儿啊 要做的一个label 所以说呢 对于这个Y啊 咱们还是使用这样一个 placeholder的一个处置化 咱们在处置化的时候啊 还是用一个 TensorFlow.Flow的32啊 就是说 跟之前一样啊 咱们的这个数据类型啊 都是Flow的32的格式 然后呢 咱们这样一个骨架啊 咱们有这个n代表什么 这个n代表一会儿 咱们是一个bitch 一个bitch就要训练的吧 咱们不知道 现在一个bitch是多大 所以说呢 还是用这个n来进行一个站位 这个label有多大 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就是等于40吧 40是什么 是咱们一个验证码的长度 这个长度等于几啊 等于4吧 再乘上什么 再乘上咱们有多少个数字吧 比如说 咱们现在光拿数字来说 它是10个 但是呢 你要把这个小写字母 加大写字母 再加数字都拿进来 有多少个 就有26 再加上26 再加上10了吧 也就是说 有62个了吧 这个就是说 看你啊 一共想识别出来 多少个种类 这个啊 就是咱们XY 先给它指定成一种 placeholder这个式 然后呢 这儿还有一个 Keep Protability 这个意思啊 就是说 一会儿呢 咱们还会定义 这样一个招泡的啊 就是说 在网络当中啊 有这样一个招泡的层 在这个招泡的层里边 咱们需要添加一个 咱们保留的一个率 是多大吧 这个也是在咱们训练当中啊 咱们给它动态的传进去 好 定义完这些基本的东西啊 咱们就可以来进行 大家先想一点 就是说 咱们现在定义完什么啊 咱们定义了一些 最基本的东西吧 那么咱们啊 是不是有一个 最重要的东西 还没有定义啊 还差什么东西啊 咱们的这个网络的结构 还没有定义吧 所以说呢 在这个函数里啊 咱们就需要先定义一下 这个网络啊 从前往后 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 咱们NF5 进去来看一下